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晚上十点 十点零七分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上官也有检查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一会儿是你提的真正具体性 这些公安 当社会处理来以后 上前凌亚 反正白 通力 一会儿再过去 这些人吗 我就为了这些人不过那儿 非公共 那事情让人家处理 再加上 搞法有不平 这重分质啊 现在 现在 为什么要把签文字以后 冲淫不死 最后一万 会咋办呢 拿自己签脱 拿自己的姓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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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能全国人的 你不能想 你不能打准备 你身体权量 你们不能 他的功勤力 他的能力 就不能活动 他所有的都是结果 你看他呢 带索性 技术东西 再让出来 我说明 你妈把你的股杆 把你的股杆 都没有 什么来教肆 用你的股杆 那是发程序 谁做的秦次 我跟你说吧 我教你的一个护肌猜 谁讲什么样 这个字上 都没有用你的股杆名字 谁讲什么样 这不在国家的估计 公共的信息 无神的天下 但是呢 在所有的功能中 一定把这些正常常乱 一定都说了 他怎么办 所以说 你们解的验感 实在是说 这一件完整的 爬在那里 我不认为 未来就出于冰村了 不解的鞋嘛 说这个东西就拿出来 就代表默契 不是附费上面这个 集成这些办公布的才有圈子 还没意义 而不说咱坐在这儿 姑姑说了 这一天都讲什么事 魔神的话 别能扣朗 咱不是一个法治式的军队 配条外 给你个街道 它是干负责任的 咱们拉上去天头外领这事 我妈妈想去 骗死一个 天天五万三万多人讲 对吧 咱们呢 全片方中串在一起 我们就总的难解了 我说这些不肯定的 我想 特别便宜感觉特别人 咱们找你生气是如此 你妈妈卖我不是拼了 但我不跟人口气 但是 我面对不是光泥嘛 对不对 我面对视察 我面对盛舍利 天室公安 什么问题啊 这么一个1200年的一个城市 我姓你的 我想像你 你也不想像你 因为我本人不是光泥嘛 冲冲傻傻 傻傻傻傻傻傻傻 傻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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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姓你的 但是我跟人口不发言的 我给人家这边说话 我叫你 听你说 那你说 警告我们一通调查 我都来了 你要不相信 还不相信 我感觉啊 这个话 做个人意见 你不相信 你不了解 就保重忘记 对吧 为什么 各国都清晨 这事总得有个结论 整个结论 就是那个 禁忌吧 对吧 对吧 这是法 全部都不一定合适 而且我们毕竹上 套礼又不合适 不许 不许 做啥子 罚了一部都有 他限制 我们两个人的限制 谁记录了谁限制 他们都有 世界明前保守 正在一家条件 他说 毕竹才五下 就人检佛呢 这些人就别罢了 我给你们拿着写上 因为你们没干过 遇到那些事 别罢了我们公请 我们理解 这男生叫我 王王王你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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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稳住了 不是 就叫我 大欺大意 大人把你上砸的鞋子 为什么 我说不是那事 要是着急 着急什么意思 这还能给你结束 谁是不亲呢 不不说 我还要追追的 我还有陈医啊 这条件 示示寻呢 你去把你大株那边 就操 我就先下酒了 你不从一台缩 追不合他 具体看不上这些东西 我跟你说实 是 北走 其实现在看 除了这一条没有意义以外 现在二十九条还存在意义 这个其中呢 可能呢,在咱第二次交流的过程中可能提前醒的问题 刚才我们相关的议员已记录在案 我想今天这个政治解答呢,基本是这个意思 这个,怎么说啊,这个刚才我们那个黎制队 代表天使管局警战分局,已正式 咱们今天下了一个结论,是自意死亡这个结论 公安机关在尽快的时间给你们相关的法律文署 第二话的建议就是什么呢,给了法律文署以后 你们有权利,公安机关立案反正我讲到,局长不立案可以复议 但是喜悲父亲,特别写观点和质疑 特别在自己微博罗发布这些内容,我们都看到了 可能喜悲父亲,早上你也关注到这些网民对这个东西的一些分析 网民的东西,我讲网络是一个好的东西 但是网络上的东西,它是虚拟的,不完全都是事实修斥的 我们今天给你们大陆的问题,或者将来给你们处计的法律文署 那是有,我们敢负责任的 敢负责任的,这个有些言论,有些观点,咱们在实实在的 我们不希望,您在以这种网络的这种思维 发布这些个不客观的,或者没有证据能证实的这些东西 这样对网上的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不是个好事 咱们都希望,网上往下都和谐都稳定,社会都不想乱 特别我感觉,咋儿您就是咱们一个老耻 不管是天井老耻,还是咱们暗会的老耻,都是老耻 圆鼎,我们都受个老耻的教语 就是随后弄的一些东西,再实实在来讲 我们感觉到,咋儿您发的内容是不客观的 不客观 这个另外考虑,确实考虑现在网上的一些言论和采设 可能会对社会造成的一些不稳定的写结束 咱们有什么所谓的咱们以前交流过的体色 因为当时呢,在我们交流过程中,因为您这个的情绪化 我们提出一些问题,您可能感觉我们说话,其实说我,它不是 你看我说话,也就是大出门,赶上了离座 它是咱们市公安局、行政局一级制度的副制度 这转门是搞的那种大男子 一级年很久,一直在这儿 所以现在为了回应网民提出的一些相关问题 特别是您在网上发布的一些内容 我刚才讲了,我们感觉到是不客观的,不审实的 那都是疑问?不是,疑问 疑点 疑点,但是这疑点,我叫疑点,也得符合客观诗意的话 疑点都是惯点 所以老老老老是,这张人挺猛虑啊 所以说,可能我们尽体,要在适当的场合,适当的这些媒介 发布官方上面 希望这个事,这一发布以后,我们被骂这个事 这个感觉到,实际这个东西,早想把被骂妹方 就考虑到,孩子已经没了 在的人,还是在,咱还得过日子 我为什么讲,我教育我的民警 必须你按照总书理要求 真情大义,得换位思考 我说,其次跟讲,我说,假用 我现在,我不是五手枪,五手睡点了 我现在我的小孩,我的外甥,我现在六岁多了 我都举这个,讲这事儿预言,我现在想怎么办 举这个例子,我说有什么说什么 我心痛啊,为什么讲,我把你都还打不住 我都还看待什么 但是这个事儿不能这么牢 乎秀职的这么裁下去 公安机关,他是,刚才赞儿几期 公权力,公权力他是为共选服务的 公权力他是为共俩服务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